解放台湾,统一祖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 是全体中国人的美好祖愿 争夺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主导权和主动权 靠的是实力、信念、决心和意志 随着中国实力日益强大 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步伐将会更加坚定 解放台湾,统一祖国的目标也一定能够早日实现 最近围绕台湾问题爆出两个重磅消息 一个消息是中国两架歼11战机飞越海峡中线 另一个消息是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称 自2005年起包括美国陆海空三军 以及海军陆战队在内的现役美军 就已进驻美国在台协会 即将于5月6日投入使用的新纸也会按此进行安保 这是美国在台协会首次公开声称美军进驻台湾 但因为是敏感区域 美方从未公开证实 且派驻的美军没有穿着制补仅穿便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4月4日表示 美方以任何借口派军事人员赴台 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必然给中美关系造成消极影响 自特朗普任总统以来 美国就一直在台湾问题上试探和挑战中国一线 2017年6月28日 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通过 对美国国防授权法案的一项重大调整 新调款同意美国海军军舰 例行停靠台湾的高雄或其他港口 并允许美国太平洋司令部 接受台湾军舰的禁港要求 最终这一法案在参众养院通过 并已经总统签字成为美国正式法律 2017年12月8日 中国驻美公使李克星说的一段话 我可能要感谢你们美国朋友 你们不是要派军舰去高雄吗 我们的反分裂国家法 真还没有机会用过 如果你们把军舰派过去 就启动了反分裂国家法 我告诉你 美国军舰抵达高雄之日 就是解放军武力统一台湾之时 种种迹象表明 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 正在趋于白越化 美国突然承认陆海空三军 以及海军陆战队在内的现役美军 进入美国在台协会和中国军机飞越台海中线 两件事之所以敏感 是因为中美之间的激烈较量 开始从政治、贸易、科技、金融、外交领域进入军事领域 中美较量的焦点区域 也正在从南海向台海延伸和扩展 南海和台海都已经进入中美较量的敏感区域 虽然美方只是放出了一个试探的信息 但这是一个性质极为严重的试探 如果美国敢公开驻军台湾 表明美国已铁了新要军事介入台湾问题 那无疑是向中国公开宣战 双方除了对抗和战争将没有任何回旋余地 这无疑为中国解决台湾问题 统一祖国设置了重大障碍 大陆战机既已飞越海峡中线 今后大陆战机飞越海峡中线就一定会成为常态 甚至大陆军机飞越台湾岛也不是没有可能 其最终结果一定是中国将美国的军事力量赶出台海 实现对台湾岛及附近海域的完全控制 掌控中国周边及西太平洋的军事主导权 美国之所以此时打台湾牌 主要还是因为美国对中国已经没有什么牌好打了 最近美国发动的对华贸易战已经撑不下去了 对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高科技的打击也难以取胜 美国要压制中国的发展 要阻止中国超越美国 已经没有更好的手段可以使用 现在唯一可以打的只有台湾这张牌 这两年美国通过了一系列涉台法案 这些涉台法案为解决台湾问题制造麻烦设置障碍 这两年中国先是在南海稳定了局面 助导战略以基本实现 美国虽然会不时在南海挑衅中国主权 但自从所谓南海仲裁爱破产之后 美国已无力在南海对中国构成威胁 现在唯有一个可以牵制中国的地方就是台湾问题 如果中国能够在台湾问题上给美国来个杀威棒 美国对付中国的獠牙基本上就被中国打去了 当前美国国内的对华战略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遏制中国 围剿中国 封锁中国 将成为美国的新战略 这一战略包括政治 外交 文化 经济 贸易 军事 科技等多个领域 当前美国在台湾问题上已经走得太远 一个又一个开历史倒车的涉台法案 总想将台湾问题拨回到以前的局面 但有一点美国无法改变 那就是中国的发展态势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军事实力 都已经对台湾构成碾压态势 即使是美国想对中国动手也得掂量一下 是否有这个实力能够打败中国而不自会 因此可以说 在台湾问题上 无论是主动权还是主导权都正在向中国转移 台湾当局已经无法阻挡大陆实现祖国统一 即使美国也已经无法阻挡这一趋势 大陆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如何以 更小的代价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 中国大陆战机飞越海峡中线 与美国承认在台驻军可以说是两个标志性事件 下一步美国还可能在台湾问题上走得更远 比如说更高层级的官员互访 特朗普会见蔡英文 美国军舰停靠台湾港口 在国际上为台湾当局争取更大外交空间 向台湾出售更先进武器装备 美国通过立法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等等 但我坚信 美国如果真的这么做 只能说明美国越来越不自信 越来越穷凶极恶 越来越下作和流氓 越来越失去道义和信用 如果中国能够在台湾问题上给美国当头棒喝 美国要么铤而走险 为台湾当局向中国开战 要么更加谨慎 退出台湾岛 结束欺捕和羞辱中国 你觉得美国会走哪条路 我觉得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最需要的是底线意识 必须对美国的行为设置明确的底线 比如像李克星所说的美国军舰停靠高雄港之时 就是中国解放台湾之日 比如美国总统会见台湾地区领导人之时 就是中国解放台湾之日 必须让板分裂国家法 成为无论是美国还是台湾当局都不敢碰的利剑 只要有人敢碰 中国就自然启动解放台湾进程 当然这对中国来说 还只是被动应对 如果碰到马英九那样不统不独 实际上是变强搞台独的人 采取这种被动办法显然也并非最佳办法 因此制定解决台湾问题的时间表 将解放台湾问题的主动权和主导权 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最为必要 我以为解决台湾问题必须采取B的办法 就是逼台湾当局就范 逼美国就范 逼是一种主动行为 逼有两种结果 一种是美国铤而走险 一种是美国退出台海 如果美国敢于铤而走险 就予以坚决打击 直至美国不敢冒头 如果美国退出台海 就达到了无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逼的办法就是两句话 该硬的一定要硬 该软的必须等 对台湾地区人民等 以文化、血脉、国家和利益 让台湾地区人民感受到大陆之强 两岸人民之轻 对美国、对台湾当局 对台独势力必须要硬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坚决打击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嚣张气焰 对美国触碰底线的行为 要坚决予以痛击 绝不能示弱和手软 更不能让美国有温水煮青蛙 得寸进尺 慢慢煮死中国的感觉 而且不能只是口头抗议 而是采取实质性反击手段 不怕美国恼羞成怒 不怕美国武力威胁 不怕美国封锁制裁 态度要坚决 反击要果断 手段要强硬让美国明白干涉台湾问题 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 逼迫美国退出台海 让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二是对台湾当局和台独势力采取兵攻的办法 军事上大陆从军机飞越海峡中线 到军舰过海峡中线航行进兵台湾岛 再到战机横向飞越台湾岛 重重围困台湾 让整个台湾岛及周边海域 都进入中国大陆军事控制区域 压缩和消除台湾当局的军事生存空间 直接打击台湾当局 独守台湾的政治信念 经济上掏空台湾制造业 让台湾经济和支柱产业严重依赖大陆 行程离开大陆 台湾就无法生存 就丧失前途的态势 政治上对台湾的国际生存空间 继续采取高压态势 让台湾当局在世界上无亲无有无靠 成为孤家寡人 除了依靠大陆 没有其他路可走 也无其他选择 三是家族军事现代化建设 解决台湾问题最终还是要靠武力做后盾 要全面做好武力攻台的准备 武力解放台湾虽然是最后不得已而采用的手段 但却是唯一能够让台湾当局放弃抵抗的手段 也是唯一能够让美国不敢滩浑水 知难而退的最强有力办法 要将在台海 绕台湾岛举行的大规模军演常态化 军演以实战化的夺岛战为主 对台湾打心理战 有些攻台计划和精良装备可以高调宣传 形成强大的战略压制和心理威慑 自是在解决台湾问题上 要形成以我为主的策略 应势力导 有步骤按计划稳步推进 政治外交战 舆论宣传战 心理精神战共同进行 绝不能让美国在解决台湾问题中占主导位置 绝不能跟着美国的步调走 绝不能听任美国一而再 再而三地拿台湾 对中国进行要挟 坚决主动出击是最好的办法 只要美国有动作我们就猛力敲打美国 只要台湾当局向台独方向前进一步 就把脚左立紧一分 其实美国无论是偷偷的还是公开 派兵进驻台湾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对此麻木不仁 习以为常 围绕台湾主导权和主动权之争也不可怕 可怕的是我们没有实现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的足够勇气 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不惜破釜沉舟 不怕打破家里的坦坦冠冠 不惧于美国一战也要实现祖国统一的坚定意志 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期盼 是全体中国人的美好祖愿 争夺解决台湾问题的战略主导权和主动权 靠的是实力、信念、决心和意志 随着实力日益强大 中国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的步伐将会更加坚定 解放台湾 统一祖国的目标也一定能够早日实现